这传说中的混世似猴 竟同时出现在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而这惊天的妖气 也让一东方的神秘存在 突然苏醒 这西方诸神之地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就在刚刚 这七天大圣的竞技场上 彻底的杀风 他竟直接骑在了太阳神阿波罗的身上 紧紧三圈 直接让其报废 而这骇人的一幕 也彻底激怒了场上 所有的西方众神 这事关西方颜面 无论如何 也要将此风猴泯灭于此 而就在即将 动手之时 这场上的妖气 竟突然猛增了数位 两个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了 齐天大圣的身前 不错 这赶来的正是 赤铐马猴和通壁猿猴 说起来 此二猴绝非善类 这赤铐马猴 小银羊 力敌九龙 其控水之术 更是骇人 就连这水神贡公 也不敢说 胜他一筹 而一旁的通壁猿猴 更是了得 他拿日月 缩千山 师从九天玄女 曾徒手接住 楚王十八之间 传说 当混世四猴 全部出现之时 必定回天灭地 就在这时 齐天大圣 突然笑道 两位老哥 好是清闲啊 这话刚说完 碰碧猿猴 也笑了起来 当年你大闹天宫 占尽了风头 所以这次的热闹 我们必须得来 这话音一落 短短几句 看似调笑 可在场上 他们显得豪气冲天 而这还没完 他们竟同时出手 将手中的武器 扔向空中 以齐天大圣的 金箍棒为首 这随心铁杆兵 青天白玉柱 和驾海紫金梁 将其围绕其中 而下一秒 他们更是神奇般的 融合在了一起 只见一根玄黑的铁棍 直接插在了 女武神竞地场的中央 众神见后 颇为疑惑 一时间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 想要干什么 而齐天大圣 念念有词 法天向地 施展了出来 而其余两猴 相互配合 竟打算一起 融入大圣的体内 也就到了这一刻 西方众神 才反映过来 这混世似猴 竟打算合四为一 原来在传说中 当混世似猴 完全融合之后 便会诞生一个 让人根本 无法想象的存在 那便是混沌魔源 只因为他们四个 全都来自于混沌之中 而立于场上的 那一个黑色铁棍 正是属于他的 专属武器 混沌之柱 眼见这一幕 这西方诸神 就是再啥他也知道 绝不能让他们 合体完成 而下一秒 他们竟将所有的神力 都融合到了 诸神奥丁的体内 只见奥丁的永恒之枪 在空中暴涨了 百倍不止 他枪体全身 七彩之色 这磅礴的神力 任谁都看得出来 绝对是必杀的一击 就算是开了 法天相地的齐天大圣 也不敢说 能接下这一枪 而下一秒 永恒之枪突然射出 只取混世似猴 同一时间 竞技场的左后方 一个声音顿时响起 蒙田 白起听令 全军列阵 不错 此人正是始皇帝 在短暂的虚弱之后 他再次入场 这帝岩配合 祖龙之息 直接射向永恒之枪 可没想到 这七彩的永恒之枪 竟霸道无比 这帝岩根本就拦不住他 就在这时 时皇帝突然喝道 这千年来 朕化龙魂 护华夏之地 从未停息 今天就让朕 再护你们最后一次 这下一秒 时皇帝 竟再次化为龙魂 在这竞技场上 一头金龙 直接撞向永恒之枪 而就在这僵持之时 混世似猴融合完成 高大的混沌魔源 一时间遮住了 这一方天地 他举起混沌之柱 朝着西方众神之地 狠狠地砸了下去 一阵聚光闪过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这即将会发生什么 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一惊天的动静 竟让一东方神明 突然苏醒 攀 奢套 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